講到親子餐廳 當然必備一定會有玩積木 那如果你多一點的話 其實想要玩沙坑也可以 但現在最新噱頭 連摩天輪都給你搬來了 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開始囉 兩層樓高發光摩天輪 就坐落在餐廳旁邊 小朋友坐上去超興奮 親子餐廳競爭激烈 光討好小朋友恐怕已經不夠 但是如果設施 只有小朋友自己一個人 能夠體驗的話就沒意思了嘛 現在最新的趨勢則是 大人單人一個人 也可以親自做做看 小姐請問一個人嗎 對 就是會想玩那個摩天輪 想要一起參與 比較沒有看過室內有摩天輪 所以會好奇來想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部分 是一個市場的一個流行趨勢 就是所謂的一個主題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大概在成本上面 是多了大概三成左右 桌上卡丁車 享受奔駛甩尾快感 親子餐廳打造 媲美專業賽道 能從室內一路飆到室外 打出卡丁車主題 不光小朋友越越欲試 連家長都想跳下去體驗 大人他們反而願意多次去 就是他們可能一來晚 可能小孩子玩個兩次 但就累大人可能要五至六 那現在已經比重 可能大人小孩 接近快要一半一半了 小子化帶動寵兒商機 親子餐廳如雨後春筍 越開越多間 不過除了規模之餘 業者還得努力想梗 搬來客製化設施 畢竟掏錢的還是爸媽 同時兼顧大小朋友才能拉出市場區隔 記者花照片里非全新美式報道